6月9号至14号 宏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在中宏建交仅70多天后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建交不到三个月 中宏关系何以实现快速起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索副所长研究员孙延峰表示 从中宏建交到两国元首实现会晤不到三个月 宏都拉斯积极推进双边关系发展 再次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也凸显两国元首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期待 双方的元首和双方的政府都有这种坚定的强化 或者推进双方关系的政治愿望 尤其是宏都拉斯的卡斯特罗政府 做出了与台湾断交 其实反映的是它的一个坚定的政治意愿 而且是宏都拉斯的一些商界也充分意识到 中国发展可能会给宏都拉斯带来巨大的这种红利 巨大的这种发展机遇 在为期六天的历史性访问中 从上海到北京 卡斯特罗的行程颇为紧凑丰富 孙延峰认为 丰富的行程反映出卡斯特罗 希望借助此访 全方位了解中国的迫切意愿 活动安排的非常丰富 因为它这次访问是六天 这个作为国事访问来讲 六天其实也是很罕见的 就逼得很长的一个事情 去上海参观华为 这是了解中国的科技发展 到天安门广场 包括台湾天安门城 这是理解中国的发展的道路 双方高层的这种会谈 提升了双方的政治共识 但同时还签署了 像这种合作协议充分反映了 希望借助中国的这种合作机遇 达成了很多这种红利 达成很多的这种双方 这种合作的这种愿望 卡斯特罗此访也受到了 中国国内高度关注 尤其是12号下午 他在中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 向中国孩子做出笔心手势 引发颇多注目 孙岩峰认为 卡斯特罗对中国民众的热情欢迎 抱有真诚的感动 和发自肺腑的感激 情感和理念上的契合 将成为未来中红合作的 重要政治保障 我觉得是卡斯特罗总统 对中国人表达的这种 对他这种热情的这种欢迎 他是发自肺腑的一种感激 和一种心灵相通的一种沟通 包括他在上海机场 下飞机的小儿童献花 我看他的这种反应 也是非常的这种真诚 非常的这种感动 所以这反映了 跟中国人民的这种心灵的这种沟通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难得的 理念上的情感上的这种接近 我觉得这是双方 未来发展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保障 建交以来 中红双方坚定履行建交承诺 以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 实现了开门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拉美索研究员徐世成指出 此次两国元首会晤 达成诸多共识 成果丰硕 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随着上月份两国建交 红多拉斯向中国出口的出口量 大大的增加了 因为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向 红多拉斯向中国出口的 大飞香蕉和海藏品 已经提供了方便 无论从两国元首的会场 或者从两国的联合声明来看 我觉得尽管中国跟红多拉斯建交 时间很短 但是合作的前景 我觉得非常广阔